中国选秀节目 《青春有你2》的人气参赛者上官喜爱 虽没能挤进出道组合 但后来也展开solo活动并发行歌曲 任前他接受杂志采访 透露自己18岁就和公司签了10年合约 在还没有收入时 公司会投入预付金投资他们 但近来已经有9个月没有收入 还欠公司约台币350万负债累累 访谈公开后迎来许多批评声浪 网友们表示无法同情他 还建议明星不要卖穷 此外有博主特地拍片炮轰他 实验娱乐圈的收入和普通工作有着天壤之别 艺人录一集综艺一场公演 拿到的酬劳很可能是 一般人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收入 就算是18000艺人也赚得比普通人多 该名博主甚至呛他 如果觉得娱乐圈太难混 建议快点换工作 一番发言获得不少网友的认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